好,我們來看第四題 判別11的倍數 判別9273 跟48367 是不是11的倍數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9273 那這個3是第1位 7是第2位 2是第3位 9是第4位 那我們都知道11的倍數 要用機位數字核 減掉偶位數字核 或者機位數字核 跟偶位數字核的差 所以我就知道 它的機位數字 等於3 第一位是3 加上第三位是2 所以加起來是5 這個是它的機位數字 那麼偶位數字是多少呢 它的偶位數字 就是第二位 也就是7 跟第4位9 所以就是7加9 加起來是16 那麼它的差類就是16減5 11 它是不是11的倍數 是 所以我們就知道9273是11的倍數 我們可以來驗算 我們可以來驗算看看 對不對 9273除以11 用8 88 然後47 這裡用4 44 餘下3 33 用3 確實可以整除 所以這裡我們確定 9273是11的倍數 接著咧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48367 這個咧是第一位 然後咧這個是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那我們來看機位數字 和是多少呢 機位的第一位是7 第三位是3 第五位是4 所以7加3加4 加起來是14 那麼偶位數字加起來是多少呢 第二位是6 第四位是8 所以就6加8 加起來也是14 所以他們兩個差14減14等於0 0是任何數的倍數啊 所以它當然是11的倍數 所以它確實這個數字 48367 是11的倍數 那我們也可以來驗算看看 你看48367除以11 用444 餘下4拉下3用3 33餘下106用9 99餘下77 所以用777 確實可以整除 所以我們就知道48367 也是11的倍數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就是 谢谢观看